今天跟大家聊聊哥斯拉 说到哥斯拉 我就想到中国有嘻哈 还有厨房的老干妈 因为这只怪兽他又辣又嘻哈 吃着老干妈 我看着哥斯拉 再来一部大白沙 这样可以双压 对不起各位 请原谅 我最近写剧本有点累 人不是特别正常 来好好说说 哥斯拉是怎么来的 这件事一定要扯到 1933年上映的金刚 金刚这部片子上映之后 异常火爆 把当时的人们看傻了 一般人觉得好看 正常的想法是 我希望他们多拍点这样的片子 但是有一个人不这么想 他看完的感觉是 我这辈子一定要拍一个 比他还狠的怪兽片子 这个人生活在日本 他当年32岁 正在为一家叫做 日活的电影公司工作 他的名字叫远古英二 没错 正是奥特曼之父远古英二 1939年 远古的怪兽梦有了雏形 东宝硬化建立了一个部门 叫做特别艺术部门 由远古领军 这个部门就是现在说的 视觉特效部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 他遇到了当时被东宝称为 电影黄金铁三角的另外两人 导演本多朱四郎 和制片人田中有幸 是时候了 弄吧 导演和制片人 把目光投向了远古英二 你就说吧 你想做个什么怪兽 远古英二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要做大章鱼 没错 远古老爷子当年 就是想拍个大章鱼来着 导演和制片人比较冷静 那啥我不是打击你啊 哥们 那个大章鱼的触手这种东西 肯定是得用到动画部门 咱们人手不足 经验有限 这么大的动画量 未必能完成啊 我出个主意 你看行不 咱们做个肢体简单的 人可以钻进去扮演的那种呗 几个人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暂定它是一种杂交动物 是大猩猩和鲸鱼的杂交物种 大猩猩的英文是Gorilla 鲸鱼的日文叫做Kudura 这就是哥斯拉名字的由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猩猩鲸鱼杂交的计划被推翻 最终哥斯拉被定义成了 比较接近恐龙的物种 并且设计成了霸王龙 禽龙 剑龙和短吻鳄的混合体 还带有两栖动物的一些特性 在水中畅行无阻 这个怪兽的背景也随之出现 在1954年版本当中 哥斯拉的设定是 一个史前的海怪 被赋予了核辐射的力量 所以它也就顺理成章 能够使用出具有核能力量的原子吐息 之后因为哥斯拉这个系列拍了太多电影 所以背景也就产生了变化 并且逐步的丰富了起来 但它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隐喻 是核辐射摧毁现代文明的恐惧感 再说一件事 就是哥斯拉有多高 在54年的版本当中 远古鹰二一定要让哥斯拉比金刚大很多 所以当时哥斯拉被放大到了50多米高 将近金刚的三倍 而在后面的诸多版本当中 普遍形成了一种共识 哥斯拉有100多米高 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楼是越盖越高了 但哪怕楼再高 也无法完全遮挡哥斯拉 这就是它如此巨大的目的 恐惧吧人类 1954年远古鹰二坐在电影院里 看着哥斯拉上映 他的内心是满足的 他觉得完成了一个梦想 可是殊不知 他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两年之后 哥斯拉就打入了美国市场 一部叫做《怪兽之王哥斯拉》的影片 在美国上映 他几乎成为了怪兽这个词的代言人 在此之后 仅仅6年 哥斯拉就与金刚完成了梦幻联动 东宝硬化的影片 《金刚大战哥斯拉》上映了 彼时的金刚和哥斯拉 还都稍显稚嫩 我承认 他们甚至长得有点意识流 一个斜靶子脸 一个猪腰子脸 但是 在如此优秀的想法驱动下 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 《金刚大战哥斯拉》的新版本就要上映了 有些朋友就说 哥斯拉的一招原子吐息 金刚也接不住啊 但自从上次 我解释了金刚的名字 再加上预告片里 他已经掏出了护宝锤 所以胜负就很难讲了 期待这部电影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 梅里安C.C.Couper 远古英二 这些充满创造力的电影前辈 这部影片你会去看吗 我想我是会去看的 因为我喜欢这个Tattle 哥斯拉和金刚Battle 这种怪兽电影 我一定会follow 但我不会为他俩加油 因为奥特曼才是我的ado 一不小心又freestyle